要看一個眼鏡 好 你要配看老眼鏡 已經80歲的江伯伯 眼睛因為視力退化 要來配眼鏡 而他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在玉璃鎮上 老字號的元寶眼鏡行 有老闆錢服務得好 人家來 他都要配怎麼樣 麻煩他也輕鬆 江伯伯口中的好老闆 就是他 吳國元 在外地打滾幾年時間 因為要照顧家中勞小 決定回鄉接手眼鏡行事業 而這一做就是35年 你只有一個祖母跟一個媽媽 那時候祖母身體也一直不好 那時候我妹妹一直想說 這個眼鏡部分給你做 也可以跟家人接觸 陪陪家人 我還要睡一日有時候 對 你做差不多要這樣 細心耐心地傾聽客戶需求 吳國元因此有了一批 死中的顧客 不過不說誰也看不出來 其實他從小就有心臟疾病 他說醫生是說 不要激烈運動 大概就這樣 以前大概就這樣 可能如果說 以前要動刀的話 可能是大刀 由於以前的醫療技術尚未發達 吳國元就這麼膽戰心驚地 度過大部分的人生 直到2012年 吳國元面臨生死交關 我太太說有跟我談一段話 還在這邊持續有半個小時左右 就是在我的記憶中已經沒有記憶了 我在這邊當場就倒下去了 他在自家的眼鏡盤裡隱神昏倒 送到育林肌院已經沒有心跳 當時成員的院長正好值急診班 緊急為他打上強心針和CPR 他來的時候我發現就是 臉就已經黑掉了 呼吸是要呼不呼 就是很困難地在呼吸 可是還有一點點 那種狀況是 心臟快要停止的病人的時候 的那種狀況 但急救半小時後依舊沒有起色 吳國元當時幾乎是被宣判死亡 但成員兵院長抱著在努力看看的一念心 繼續救命 也讓吳國元的生命露出一絲曙光 一邊打藥一邊壓胸一邊電擊 就這樣子總共電了14次夠後 大概40分鐘的時候 他的心跳很大力的碰碰就跳回來 而跳回來對我來說是一個奇蹟 第43分鐘吳國元奇蹟似的恢復心跳 情況穩定後轉送到花蓮子肌醫院做後續治療 而他總說如果當初沒有預理子肌醫院 恐怕自己真的亦不在人世 用更多的愛心幫助我們 我們這比較醫療 比較偏僻的地方 也能夠說增加更多一些設備 讓我們任務人 就是說即時就醫 更能夠有保障 預理子肌醫院 二十年來始終不忘緊急醫療的使命 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 怨念每位醫師都必須有急診經驗 因此即便是小醫院也能發揮大功用 守護更多人的生命 算是小醫院 祝福